大家好,大家好,Ru-chan 我現在呢,人在廣島的 玄伯ドーム 今天呢,是我們接到一個YouTube頻道 叫做日本如藝門的邀約 他們要帶我跟文當來廣島這邊玩 那因為我先到的關係 文當等一下才會到 那今天呢,是由日本如藝門的 兩個很可愛的小女生 他們要帶我們跟文當玩 跟大家介紹他們 那這一位呢,就是Iku-chan 還有老趙 今天我們要帶陸醬和文當 去一些我們覺得很不錯的店 主要都是我們親自去採訪 然後再由留學生或是在這邊生活的 台灣人或中國人的視角 雖然文當是廣島人 可是其實文當已經很久沒有回廣島了 所以他都不知道就是有什麼東西好玩的 所以反而你們可以帶他們介紹很多 因為文當還沒來的關係 我們先去吃午餐 那我們現在呢,在走去午餐要吃的牡蠣店 第一站他們帶我來的是 是一家高級牡蠣懷食料理 本來聽到牡蠣料理第一直覺是 是居酒屋 沒想要是有餐前酒 有前菜冷盤 牡蠣火鍋 牡蠣焗烤 牡蠣炊飯 一整套的高級懷食料理套餐 一個講和老趙跟我介紹的時候說 講到牡蠣料理 廣島人最推的就是這一家 除了料理每一道都很有特色又好吃之外 店內的氣氛也很優雅 每一個小細節都很用心 真不愧是廣島人最引以為傲而牡蠣專門店 這個畫我上次來這邊採訪的時候 我印象中很像跟現在的畫是不太一樣的 會不會是他們有隨著季節 就是有在做更動的裝飾這樣 這麼用心 原本是我記錯了 我跟Yiku講是童年生 然後老趙小我們三歲 我們剛才在聊一些電視劇的時候 發現老趙好像沒有看過 果然有帶子 你有看過海豚灣戀人嗎? 你沒看過海豚灣戀人? 你有看過雪天使嗎? 什麼東西? 我們現在要吃炊飯 然後老趙說他有兩件想要跟大家分享的事情 我們上次來採訪的時候 幫我們承盤那個老闆娘說 他自己錄自己防客人承盤的樣子 看自己下次哪裡動作可以再更優美 會這樣子去改進自己練習這樣 然後第二個是 我們上次來大概是半年前的 我那個時候其實不太能吃飯 然後他也記得這件事情 然後他剛剛就問我說 欸那今天飯你可以嗎?這樣 半年了他都記得耶 而且他說他自己錄他自己承東西的樣子 那個就是很日本職人那種精神 因為他的動作就代表這家店嘛 我剛才聽到的時候覺得還蠻感動的 所以大家如果有機會啊到廣島的話 可以來吃吃看這家柿花花 那我們現在已經吃完午餐要去找文當 剛才那個老闆跟我們說啊 現在這個季節還不是櫻花的季節 但是等到櫻花季節的時候 店門口全部都會開滿櫻花 超漂亮 所以大家如果要來的話呢 你們也可以看一下季節再來會比較好 好可愛喔 好可愛喔 久不見了 你今天穿好帥喔 欸很可愛 謝謝 給大家看一下文當的全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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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麼變得怎麼會講中文 啊懶惰耶 我以前經常過的路 中學校就是我本地的地方 喔 我經常遊玩 臉好小 臉超小的 好小 剛剛還就是在後面偷算 他是幾頭身 大概有9吧 中文愛有 文當被你們弄得很害羞了 開心嗎 開心 對 你們問他開心嗎 他就會回 我們文當會慢慢的一點點講中文 好厲害喔 不要勉強 算耶 加油 那我們現在來到的是這一家店 叫做 是一家他們跟我說 超好吃的可麗露 所以他們特別帶我們來 對 這家他剛開幕的時候 幾乎每天就是中午前就會賣 因為他長得很可愛 然後又很好吃 其實很好吃 越嚼越小 文當沒有吃過可麗露 這次是文當可麗露出體驗 欸 瑞仔有吃過可麗露嗎 嗯 沒有吃過可麗露 但是可麗露也有吃過 可是可麗露也有吃過 那是很美的女人 你怎麼說什麼 而且這裡的可麗露 每個都比外面的照片還要更加豐盛 像這個抹茶 剛才外面的照片只有上面有抹茶粉 裡面看實體是全部都是抹茶粉 雞皮質很高 你們可以順便給我 文當是買巧克力的 然後我是買一般的可麗露 這是最初的可麗露 這製造物也很豐盛 超好吃 哇 巧克力的可麗露裡面也是巧克力耶 超好吃的 這是很棒的 再一個吃 真的 瑞仔的可麗露也有 這製造物也更好吃 對 這個是我的原味可麗露 超大喝的 哪一邊喜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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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吃 這製造物也增加了 我有去參觀他們的小小的工坊吧 然後就有看他們是怎麼做調味啊 裡面有一個食材 它其實原本是做日本和菓子的 所以就變得更可愛更日式的感覺 吃麵也不錯 味道也不錯 最高的 剛才經過一家Rounder One 然後聞他們說這家Rounder One 是要充滿回憶的地方 在高校生的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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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這製造物也很美味 對 剛才看起來很適合 這製造物也有660元 很懶惰 接下來我們來到的是 Spingle Move這家鞋店 這個品牌曾經跟穿酒保齡合作 登上過巴黎時尚展 是一家正宗廣島產的皮鞋球鞋品牌喔 那這個品牌的特色呢 是他們的皮都很薄又很柔軟 穿上去之後馬上就能合腳 不會給腳帶來太多的負擔 那每一雙鞋呢 都是員工手工製作 橡膠也都是親自調和 韌度更高 做工細緻 很謝謝日本乳藝們 讓我知道有這樣的在地品牌 不然我跟文當本人都不知道 真的是大開眼界 很柔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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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現在也試穿一下 真的好軟喔 文當買鞋子了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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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柔軟的貨物 請多多人知道 那些靴都不會脫掉 這是広島的力量 大家如果來廣島的話 也可以來這家買鞋子看看 它的款式還蠻多的 不只是球鞋 還有去工作的時候 也都可以穿那種鞋子 我以前也都可以穿那種鞋子 我以前也都可以穿那種鞋子 很柔軟 鋼蛋 那現在我們要來吃老照他推薦的 廣島的牛尾湯 這間牛尾湯已經有七十幾年的歷史了 七十幾年 對 沒錯 然後它是從原爆的時候 店長的爸爸那個時候 在寡栗堆湊成的那種小攤位 然後在各種的移轉 店面移轉之後 最後留了這樣一個建築物跟店面的概念 這是我喝過最好喝的牛尾湯 那湯頭用牛骨熬了九到十個小時 這次老照他們帶我們去很多地方之後 我們帶以後可以介紹給廣島的朋友們了 店鋰這裡就有放了現在老闆的照片 他們說他們這裡的菜單就是只有這一頁 還有反面的 這一頁是放在桌上的一個小木磚 然後另外兩面是飲料 這裡的菜單還滿特別的 這裡的一部分 這房間的一部 這裡的歷史 這裡的歷史 這是前面的照片 這房間建造的照片 我當前建造的照片 我當前建造的照片 我當前 你兒子 對 這是我家 這房間的照片 這房間的照片 這房間是這裡 但是很棒吧 真的很好 這房間的照片 很感動 這房間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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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好吃 這房間的照片 謝謝 三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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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想吃 味道也 肉也很柔軟 沒有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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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肉也很柔軟 這房間的照片 很柔軟 很柔軟 很美味 這房間的照片 這房間的照片 我當時 每個人都要吃 這麼美味的東西 都要吃 這麼美味 所以 如果 電介的照片 很美味 吃 再吃一杯 一杯 只要一杯 每個人都要走 如果你想要 明天 再吃 老闆娘做的小伴館 但這房間的餐廳 沒有餐廳 你們看 這個肉多嫩多軟 簡単 你看 全部切開 這個肉 吃完後 骨子出現 骨子 骨子 一遍 骨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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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沒有做過 很興奮 好吃嗎 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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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次來的時候 我看他外表 覺得很平凡 拍一拍拍攝完 就回去 然後一吃一口 超嫩 超好吃 真的 吃下去那時候 那種眼淚 然後就好吃 而且最厲害 是他最後尾巴還可以吸 不錯 大家看我吃的牛骨頭 好像牛喔 這邊是頭 然後是耳朵 跟眼睛 還有牛的鼻子 對 真的很美味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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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完牛尾湯呢 現在Igu講他們 要帶我們再來吃一家 就是講到廣島 就一定要來吃的廣島燒 然後為什麼我會選這一家呢 因為這家其實是在廣島 很有名的一個觀光海報站 上面介紹的那家店 這家店它是已經有六十幾年的歷史 今天就是一直吃 一直吃 一直吃 他們會在我面前 直接做廣島燒給我們看 喔 指甲 這個好像是他們的炫技 這個好像是他們的炫技 聞到超喜歡這種魚漿製品 他們說他們在炒這個麵的時候 都會像這樣子用筷子把麵鬆開 因為這樣子麵全部連在一起的話 吃起來的口感會更紮實更綿密 如果像一般的店用鏟子的話 那些麵就會斷掉 那他們很堅持 就其實是比較麻煩 都要像這樣用筷子弄 就要先這樣用筷子弄 就要先這裡 謝謝 謝謝 哇 很好吃 很好吃 斷面很漂亮 哇 真的 很漂亮 本來想說吃完牛尾湯可以吃一下 就沒想到還是很好吃 剛才店家有說 網倒人是直接用鏟子吃的 聞到直接用鏟子吃了 那這個呢 就是我們兩個今天住的房間 跟大家介紹一下 我們兩個剛才進來 真的是嚇到了 真的太漂亮 它整個很不像是一般的飯店旅館 更像是一個家 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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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他們這邊還有提供杯子 讓你可以帶水回到房間 放衛生紙的衛生紙盒也很時尚 進來這邊就是洗手台 我真的講 我真的講 全都豪洩 對 你真的拘捕了 對 然後呢這裡是客廳 客廳呢他們這裡總共有 一個長沙巴跟兩個個人座 還有電視跟小桌子 然後呢我們兩個覺得請示更厲害 開請示給大家看 哇 超漂亮 而且他們呢每個房間這裡都有掛很多幅畫 而且他們的床旁邊還有這種小夜燈 那邊有開 這邊沒有開 那個小夜燈也很浪漫 然後我們開廁所給大家看 你們看廁所也好漂亮喔 那廁所呢 這個鏡子也是用跟客廳是一樣的鏡子 就他們的整體都非常的有統一感 浴室又很漂亮 真的很漂亮 很漂亮 很漂亮 很高級感 很清潔感 新鮮 這個木室又很漂亮 很漂亮 很漂亮 今天感覺很舒服 那現在已經晚上了 我們整理一下之後就要睡覺了 所以今天很開心 很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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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天也很開心 那我們就明天再見 晚安 晚安 拜拜 沒有拜拜晚安 大家早安 早安 今天呢是第二天 然後我們昨天晚上沒有看到 現在早上才發現 這個房間外面原來還有一個陽台 這個房間外面原來還有一個陽台 ここでコーヒー飲みたい 第二天早上我和文當一起進行了櫻花盆栽體驗 我一直對盆栽很有興趣 會讓我想到小丸子的佐佐木爺爺 這一次又可以體驗特別的櫻花盆栽 真的很幸運 老師為我們解說的很詳細 也真的很專業 我很喜歡老師說的一些話是 我們在哪個遇到的東西 盆栽是可以一直陪伴在身邊的東西 一整年都可以欣賞四季不同的風貌 我覺得日本這個民族很會享受生活 也很會享受環境 這次做盆栽的時候 會讓我更確切的感覺到 感受到這件事情 真的是很開心又值得的體驗 我們的盆栽完成了 我這邊還沒有開花 但是老師說可能在兩三天就會開 然後呢這是文當的 文當也很可愛 我們現在已經做完盆栽了 要準備離開了 那我們昨天因為太晚 沒有好好跟大家介紹一下這個Hotel 這個Hotel叫做Ratsuri Hirosima 它是一家新開的Hotel 就是還非常的新 而且它的外觀非常的日式 然後他們為了感謝我們來 還給我們一封信 住那個房間啊 感覺也很棒 大家如果有機會的話呢 可以來這裡住住看 因為離廣島車站也很近的關係 大家有機會的話可以來這裡住住看 那現在呢我們要來吃午餐 老趙帶我們來的是 廣島的TUKE ME HOMBO 新布 這一家新布呢 沾面很有名 然後它的沾面總共有到30倍的辣度可以選擇 他們這裡都是吧台的座位比較多 對 它還有很多加分店 有兩三加分店的樣子 那這家比較小 因為在車站空間 嗯 在車站空間 嗯 在車站空間 觀光客來也很方便可以吃 是的 31K的人都結構多了嗎 喔 結構多了 所以在吃的時候 就在吃的時候 就在吃的時候 那我們點了一個 那我們點了一個 然後呢 然後呢 還點了兩個飯糰 然後點了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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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吃的 烤梨炭炭麵 跟不一樣的 對 很好吃 對 很好吃 那我剛剛點了 那我剛剛點了 就來吧 對 謝謝 謝謝 你看看這個 這麵糰的量 我來吃 麵糰的味道 麵糰的味道 超好吃的 超好吃的 這麵糰的味道 超好吃的 超好吃的 它這個麵吃起來非常彈 然後呢 跟海苔跟蔥 搭在一起 又有那種很清爽的感覺 這個醬是冷醬 整體大家一起都非常好吃 我點了吉倫拿 就單單面來了 把它攪一攪 然後呢 我有點蔥加倍 所以蔥非常的多 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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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給你看看 好吃 味道也好吃 嗯 甜 對 有一點甜 好吃嗎 好吃嗎 好吃 這次的導覽就到這邊結束 謝謝你們來光道玩 不會光道很好玩 謝謝你 謝謝你 很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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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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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 哈囉大家 那我跟文當呢 現在已經回到廣島車站 昨天我們不是去吃一個 很好吃的可麗露嗎 那他們說呢 要分店在車站裡面也有 所以文當他又跑去買可麗露了 買了 昨天吃了 那這次日本盧藝門他們帶我們 就還蠻開心的 因為可以玩很多廣島 就是文當也不知道的景點 広島人都完全不知道的 所以我也很想要學習 所以我也想要去買 那這次日本盧藝門他們帶我們 那這次日本盧藝門他們帶我們 也很開心 如果大家來廣島的話呢 都可以去吃吃看 逛逛看 那如果想要看更詳細的 就是關於每個景點的資訊呢 大家可以看 日本盧藝門他們有更詳細的介紹 那真的広島有很多東西 所以大家可以來 那大家 拜拜 拜拜 我們要回去了 拜拜 拜拜